读英文的方法 各位,英文跟中文是真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来引导你快速的怎么样子能够读懂英文 首先你必须在英文里面有一小节 一小节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我们的中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看 可是英文却要一组字,一组字的看 所谓一组,它可能是一个字 也可能是一个片语,可能还有下面的东西 它也可能是一个词句,甚至是一个分词句构 我们就很简单的来给大家说明介绍 如果是一个单字,这跟中文感觉上非常的相似 happily,一个字,快乐的 before,一个字,叫做以前的 可是各位看到第二个叫片语的时候 就请看到这样子是合在一起的 这时候有四个字合在一起 可是我们的意思,却 跟happily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with a happy mood 带着一个快乐的这个心情 这个意思就是快乐的 所以各位看到这四个字 你一定要把它看起来就像一组一样 就好像看到这样子一个字一样的概念 同理,这边叫做in the past,在过去 这个过去一共是三个字 其实就是before的意思 所以各位,这个观念你一定要先有 我们现在来看这句英文 I read English books 我在读英文的书 happily,这就是快乐的 可是如果你看到的英文并不是happily 而是with a happy mood 其实这两个意思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各位就要习惯 看到这四个合在一起的一组字 叫做快乐的的意思 I read English books with a happy mood 所以各位,我们在学六个符号英文法 不但有这个意思 而且一定要有声音 你的声音养成习惯 就是一组一组的念出来的 所以你在看英文 自然也就是一组一组的 我们再看这第二个例子 I lived in Canada before 好,如果改成 I lived in Canada in the past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所以这就是合在一起 就等于before 所以我们怎么念呢 I lived in Canada in the past 好像只有三组字的感觉 那么这两个也许并不是太难 可是各位看到这样子的英文 I studied in when 这时候各位千万不要认为这里是两个字 in就是里面 when又是另外一个什么意思 所以合在一起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你在一个什么里面来念 这个来读书 这是非常奇怪的 其实in when 我们说过 这样子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字 这个字的意思叫做 uselessly 就是没有用力 我读书却没有用 却考试还是考得不好 I studied in when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什么叫片语呢 片语就是介细词加上名词 就成为片语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介细词 这就是名词 不用管中间 这就变成合在一起 成为一组的片语 介细词加上名词 合起来成为一组的片语 he bumped the drum into a car 撞上一辆汽车 这个汽车是哪里的汽车呢 on the opposite side 在这这个相对的另外一边 在相反的另外一边的 这样子的一个汽车 所以我们看的懂 这是一组一组的 我们念要念成一组一组的 所以我们在学 六国符号英文法 不但要有意思 而且要有声音 he bumped into a car on the opposite side 再看这个例句 we talk 我们聊天 about many things 介细词名词 我们讨论很多事情 with joy 各位看到这两个字 又要当成一个字的感觉 叫做快乐 带着快乐的来聊天 聊很多事情 we talked about many things with joy 所以各位 不但有意思 而且有声音的韵律 好 那么各位 看完了片语之后 再来就是子句跟分词句构 子句就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中框胡 带出来一个子句 里面有主词跟动词 好 那么子句在形容词子句的时候 也可能是长这个样子的 带一个子句出来 直接接动词 好 那这个who 坚韧主词 也有这样子的一些 简单的区别 这是很标准的 一个主词 一个动词 这边呢 是这个who 直接带到动词 因为who本身 还要坚韧主词 如果是这种形态的 它可能who会被省略掉 loves变成loving 就从子句变成了分词句构 这叫现在分词 分词 好 我们先有一点概念之后 再来说明一下下面的例子 好 各位请你看到下面这个句子 I believe that she is right 在过去各位一定会觉得 这就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字 可是现在这是主词 这是动词 这是一个子句要合在一起看 我相信 相信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是正确的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我相信 所以要这样子看 I believe I believe什么呢 I believe这件事情 that she is right 这个let就带出了 这个子句出来 再看这个第二个例子 she is the girl 它就是这个女孩 什么女孩呢 who I love 就是这个形容词子句 好 一个子句 就是who 指的就是这个girl 它是我爱的一个 这个女生 就是她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这叫子句 我们来形容这个女生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she is the girl who loves me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另外一种形态的子句 who直接带出动词出来 who坚韧主词 她就是这个女生 什么女生呢 who loves me 是她 这个女生 她爱我 她就是这个女生 她爱我的女生 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who 省掉loves 变成分词 所以就变成loving 变成了 我们看到这边变成loving me 所以变成she is the girl loving me 这种用法就叫分词句构 如果你是she is the girl who loves me 那这就叫做子句 所以这叫子句 这叫分词句构 这两种不同的形态 好 那现在我们继续看下去 I learn English 我在学习英文 When I have time 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读英文 这时候各位看到同样 这是一个子句 好 这是一个子句 好 那这个子句也可以改成分词句构 就变成when having time 大家比较一下 这个地方我不见了 have变成having 所以这叫做分词句构 所以你可以说 when I have time 规规矩矩的主词动词 也可以把主词删掉 动词改成分词 变成when having time 这两种都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当我有时间的时候 我就读英文 好 我们再看下面 I sit here I learn English 我坐在这边 我在学习英文 好 看到这个地方 这是两个句子 我把它变成下面的分词句构 I不见了 sit变成sitting 所以变成了sitting here 其实就是原来的I sit here 本来是句点 现在变成逗点 并在一起 后面照抄 I learn English 我坐在这边 我学英文 这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句子 变成分词句构 sitting here I learn English 好 我也可以改后面 I sit here 好 把后面的I删掉 learn变成learning 变成现在分词 成为分词句构 learning English 所以这两个 就成为了分词句构 sitting here I learn English I sit here learning English 好 所以各位 刚才我们说的 词句 分词句构 都不断地会出现在 各位的阅读上面 你一定要先清楚 它的架构 再去看英文 我们在 这个其他的 这个教学的影片里面 就会不断地 以真实的例子来看 所以各位了解之后 再跟着我们 那个其他的影片来看 你英文就很快 就能够上手了 我们再来看一个词句 He didn't know 他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呢 不知道这个东西 不知道这件事情 How much time went by 已经有多少的时间 这个go的过去词 叫when 就是已经去了 意思就是时间已经流逝了 多久 不晓得过了多久的时间了 He didn't know how much time went by 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词句 我们再来看看 分词句够 V-I-N-G 或者是过去分词 好 不过我们今天 集中在现在分词 我们再来看一下 After getting out of a jail 从监狱出来之后 这个句型 各位看 John became 约翰就变成了 a volunteer 变成了一个志愿者 helping to direct traffic 帮忙去指挥交通 这个句子 如果不是分词句够 我们先回到 他正正式是原来的样子 叫做 After John got out of jail 主持动词 规规矩矩的 这就是John 在约翰出狱之后 从监狼出来之后 John became a volunteer 他就变成了一个志愿者 什么样的志愿者呢 who 就是刚才的子句 来形容这个志愿者 helped 他帮忙 去干什么呢 to direct traffic 去指挥交通 好 那现在从子句 就变成了分子句够 who不见了 help变成helping 这边的John不见了 God变成getting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After getting out of jail John became a volunteer helping to direct traffic 出狱之后 约翰就变成了一个志愿者 什么样的志愿者呢 去帮助指挥交通的一个志愿者 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例子 exclaiming and yelling 各位看到这就是前面的两个分词 指的就是后面这个捷克 他惊叫 大叫 exclaiming and yelling Jack was 那么捷克是 是怎么样呢 too excited 太兴奋 to see the traffic light too too 就是太怎么样 不能怎么样 他太兴奋了 他没有看到这个 这个traffic light 就是交通灯呢 turn red 转成红颜色 他没有看到 所以这就是分词取狗 这个地方指的就是捷克 再看下面这个例子 of the millions million就是数以百万计 of 在什么什么之中 在这百万的学生之中 在这些学生之中 什么样的学生呢 competing 同学compete 就是这个字竞争 前面少了who who compete 他来竞争的这些同学 在百万人之中 这些来参加比赛的这些学生 那who compete 就变成who不见了 compete变成competing 后面翻译前面 来竞争的这些学生之中呢 around two hundred 这个the best 大概有两百个最好的这些学生啊 在这个百万人的选出最好的两百人呢 will participate 将要来参与in the national tournament 来参与这个国家级的比赛 好各位 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非常精彩的分词分词 所以各位 你的英文要清楚 你一定要有所谓的一个很清楚的一小节一小节的一个这样子的看法 而且你要配合你的声音 加上现在学到的思考 你就能够英文一看能够懂 懂了因为有声音 你就能够来运用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各位朋友 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 很重要看英文的时候 就是要一小节一小节的来看英文 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利用我们六个符号的观念 很快的能够把英文看懂 而不要是迷迷糊糊的 如果各位看到这张片子 就像你是近视眼 我相信你一定看得迷迷糊糊的 如果你把眼镜戴起来 你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的 这里有四只羊 所以六个符号英文法呢 就非常简单的 就是简单的这个六个符号 把英文分成一小节一小节 来帮助各位朋友把英文给学好 好了 有这样的概念之后 请各位朋友一起来看我们很多其他的 真正用六个符号来分析 英文句子的这样子的影片 祝大家也帮助大家 能够把英文很快的学好